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国泰进一步削减合运航线 主席和行政总裁渐薪三成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多地都实施出入境管制 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向员工发出内部信件 表明难以预测航空业需求何时复甦 会继续尽量削减开支 有见不少员工已经参与没有新价 为公司作出财务贡献 邓建荣宣布自己和集团主席賀尔黎 由4月到12月会减薪三成 其他执行董事减薪两成半 信件提到现在国泰客运需求非常低迷 例如今个星期一日平均只接载582个乘客 运载率只有1成8左右 远低过以往日均10万个乘客 决定继早前削减96客运运力之后 进一步削减航班 来往香港和伦敦、适尼、洛杉矶 还有温哥华四个城市的长途航班 今个月开始由每个星期三班削减到两班 亚太区内8个城市 包括来往东京还有台北等 暂时维持每个星期八班的航班 但是有需要也会削减 而且只有香港和上海浦东机场的贵宾室 维持运作 由于削减更多航班 货无新价的安排会扩大 另外会通过包机和用客机运货 维持货运服务 但是表明削减运力之后 估计货运收入也会明显低过去年 将会与商业货伴 还有供应商等讨论 如何进一步减少开支 国泰早前已经预告 上半年会录得重大亏损 旗下的联航公司香港快运 4月底之前 暂停所有航班营运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我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我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